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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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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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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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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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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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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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真是想去關顧不同組群的一些需要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會發明一些很有意義的產品 在當中讓比賽更加豐富 也都應不用到 Muffin 我知道 接下來9月21號 在香港科學館就有機會欣賞 和了解到同學仔的作品成果 同學接下來都有交流的機會 內容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都會邀請同學仔 去到海外進行一些交流 亦都有機會回到內地 甚至乎是去到不同的其他地方 或者國家是參與一些不同的比賽 透過這些交流的時候 讓同學仔更加豐富他們自己的經驗 Daniel 你這次比賽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得著呢 經過這次的比賽 我們團隊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形容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同時我們都意識到 老人家生活上的作用需要 都是很值得我們解決的 與此同時 我們都意識到 人工智能技術 應用在一個落寧科技上的研究 是一個非常值得去落手去試的一個範疇 至於說未來的話 我也非常希望去收到一些工程相關的科目 畢業之後去投身創科學業 以科技去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謝謝你 謝謝兩位分享 希望你接下來有更多的作品 可以為及更多的市民 而如果想增進歷史和文化知識 看展覽就是好方法 今個夏日 西九文化區就有 已故華裔建築大師貝月明的回顧展 和法國百年復式 以及珠寶珍藏展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 今次玩樂好去處 帶大家來到西九文化區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藝術活動 我就精算了兩個必體的展覽 帶大家一起去欣賞一下 世界級的建築設計 以及很漂亮的法國古典時裝 Let's go 最近AMPERS博物館舉辦了 貝月明人生如建築的展覽 透過展示已故著名國際建築師 貝月明的作品 由經典到較小人知的都有 全面回顧他傳奇的一生 你們策劃這個展覽的目的是什麼 2014年的時候 身為一個世界文化博物館 已經在考慮到哪一個藝術家 或者建築師能夠代表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藝術界或者在建築界 所以貝明先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很少華人 可是又是在國際上 在亞洲都是給了很大的貢獻 中銀大廈 美國的國家美術館東莞 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還有日本的美秀美術館 這些標誌性的建築 都是出自貝月明的首筆 從第一個房間到第六個房間 是有一個程序的 這個程序當然是要從貝明 那個在香港跟上海 跟蘇州成長的語境 所以我一直建立 你們應該在第一個房間 花多一點時間 因為在那個房間 你會感覺到 就是這個跨文化的那個底 是哪裡來的 它就是在上海跟香港 那個非常城市化的一個語境 跟蘇州傳統 歷史的一個 交界的方式來設計 我們是把每一個項目 都是好像 slice 就是 slice 不同的角度來看一個項目 通過比較長的時間來看一個主題 就是好像這個物料 跟結構的一個創新 我們要從它的很早期的項目 看到它最後的項目 就是那個 Mihou Institute Chapel 在貝月明這麼多個作品之中 最受觸目的建築設計 莫過於是巴黎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 建築玻璃金字塔一點都不容易 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 委任貝月明進行羅浮宮的擴建工程 但是初時 貝月明的設計 受到社會猛烈批評 認為過於前衛 後來貝月明做了一個 一比一的金字塔模型去解說 令公眾信服它的設計 玻璃金字塔在89年落成之後 就成為巴黎市的地標 法國除了羅浮宮出名 它的時裝設計同樣地精彩 由AMPS博物館出發 用十分鐘走過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就可以欣賞法國百年時尚的指南 進來我就好像走入了一條時光隧道 透過欣賞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 華麗精美的法國服裝 珠寶和配色等珍貴典藏 了解到法國時尚的歷史和演變 香港古宮文化博物館的核心 是中國藝術文化 我們館的其中一個宗旨 就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我們這個展覽有近乎四百件展品 以服飾為主 是在香港甚至亞太區都非常罕有 是透過音樂、電影 去令這個展覽充滿動感 都希望觀眾有一個賞心願目的感覺 所以就算是很適合 這裡的服裝固然華麗 配色都同樣吸引 但有些眨眼看都不知道他們是甚麼 讓我來一個舞獎問答遊戲 看看你們猜不猜到他們有甚麼用途 讓我揭曉答案 他們就是新娘頭上的花環 當年去波掛在新道用來抄牌的 舞伴筆記 還有為了避免衣服太緊頭暈 法國女士隨身背戴 用稀美來提神的香料盒 設計這麼精緻、奢華和講究 難怪可以成為跨越時空的珍藏 看完這兩個展覽 我覺得自己充滿著文化藝術氣息 不知道西九文化區 還有甚麼活動適合我呢 讓我去他們的網頁看看 政府近年自力推動自衛出行 陸續將交通運輸數碼化 而目前本港就有多款自動車 先後在多個地點測試過 母車香港國際機場 已經是有自動駕駛的拖車 巡邏車和小型巴士去接載員工 早兩天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發表網誌 跟大家分享自動車在本港的新發展 他早前還親身去到元朗感受花園 私坐由生產力速進局核下的 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所研發的 5G自動駕駛穿梭小巴 林世雄認為小巴的表現相當不錯 預計居民在這個月內 就可以在屋苑範圍乘搭 他說 現時本港有5個地點為8輛自動車進行 緊度路的測試已經是如火如荼 自動駕駛汽車其實一共分為0至5級 這6個級別 0級是沒有自動化駕駛 即是駕駛員要完全以人手控制 而最高的第5級 車輛就可以在任何路況和環境下 完全自動駕駛 無需駕駛員操控 本港測試過8輛自動車的 無人駕駛技術已經達到第4級 屬於高度自動駕駛 可以在限定區域作無人駕駛 科技發展的進度和世界各地是看齊的 至於5個測試路段 就涵蓋了本港不同道路和場景 好像是科學園、生產力速進局 和個別私人屋苑等等進行 車輛可以做到無人駕駛 即是說將來我們就不用顧慮 左輛車和右輛車的問題 不過有些人天生是左輛 有些就是右輛的 有流傳就說左輛的人是聰明一點 和有創意一點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認不認同呢 和香港和大家一齊 問一下小朋友意見吧 聽過,不過那些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聰明始終是靠自己努力去做 聰明有些是天生 有些不是天生 但你也要靠自己努力去得到 而不是天生就可以這樣更聰明 不相信 我聽這個傳聞 就說左輛他不知道哪邊是發達的 就說他聰明一點 但是既然左輛他其中一邊會發達一點 那麼右輛他其中一邊也會發達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一樣的 都是真的 左輛的人就比正常的路可能聰明一點 我爸爸就是左輛的 他數學很厲害 所以我有時會試試自己練習 可能右左輛也可以這樣 我一直在想 會不會幫助到我的學業 有些人感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